各位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今天台北股是来进行反攻了 开评之后震荡拉高 中场涨120点收在17789点 成交量呢是2585亿 那么今天盘市怎么做解析呢 现场问你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欢迎到是大宇国际投股 张宇明分析师张老师好 林娟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欢迎到陈一群分析师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盘面上关 我赶快为您先请教 张宇明老师 好的 今天台股涨的120点 主要是由全职股来带动 全职股里面最重要五档股票 其中有一档今天一度攻上了涨停板 那就是大力光 好 那我们看全职股来 联电罕见第一季 第三季调涨价格 那目前的这个代工的价格 大概四成左右 那这是跟台积电的五成很类似的 很接近的 那请问这么样的利多发出来 那请问联电最近的走势好不好 应该没有很好 对不对 如果以这条线来讲 目前还在这里鬼混 这是两个月 除了一度拉高又跌回原电 所以我们就现行上来看 利多好像没有什么表现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第二档 为什么联电会这样 因为它还在空头格局 那你要看得懂 那这个架构还是非常的不健康的 那我们看新闻 半导体三网当然包含联电台积电 外资通通按站 那既然按站 最应该买的就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是龙头 那请问台积电今天多少 今天597 前几天配息2.75 如果把它加上去还没有到600 半年前也在600 现在还在600以下 所以它是一直在鬼混 我们看台积电 它一直在鬼混 为什么压力太大了 这压力 你看每一个绿色蓝色 就是一个箭 那如果这是一个人 他身上种满了箭 你会发现 跟孔明去草船借箭一样 那个草人上面全部都是箭 全身都被射满了箭 就是它毛病 它一定有很多状况 所以箭一大堆 然后被射满了 所以它暂时涨不动 那我们看今天最强势的 五档全职股 这五档占大盘 37% 但电子股60% 所以这五档是最重要的股票 那我们这一天里面 有一档股票 涨停板了 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 后期有人会说 今天又发了利多 发利多以后 大力光就攻上了涨停板 当然你可以这样解读 因为看到利多 所以大力光攻上涨停 那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解读 因为昨天张一铭讲了 大力光已经好转了 所以今天就涨停板了 张一铭你昨天真的有讲 大力光好转了吗 有 我们说大力光跟西里 两个在比较 到底是哪一个称王 那我们看这个新闻给他解读 西里 天哪 压力重重 这种股票少碰微妙 他目前是股王 大力光 你看我这些文字 12月17号礼拜五 半年来 今天最好看 为什么 因为三线翻多了 而且这个压力已经突破了 有没有 这是我昨天讲的 这个大力光 半年来 最好看礼拜五 因为礼拜五来不及讲 礼拜五资料太多了 大力光来不及讲 所以我在YouTube里面也有发 这张图也有把它发上去 那昨天电视解盘也有讲这张图 半年来最好看的 也已经三线翻多了 近期压力已经突破了 有啊 昨天的电视画面 下午2点25分三句有没有讲 有啊 大力光 YouTube里面也有发 这上个礼拜天发的 有没有 这张图就这张 一模一样的图 发在YouTube里面 礼拜天就发了 有没有 12月17的格局 是礼拜天发的 这张图在YouTube里面 社群里面就有 两天前发的 这一定有 你现在再发上去 也不会写两天前 一定两天前就有发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可以把每一档股票的多空 都搞得很清楚 那是非常开心的事 最少你不会乱买 一套大力光 套了半年 套了一年 一大堆人 这都是有钱人在买 一张都是两三百万 所以那不可能是散户买的 但是买进去之后 一样套了乱七八糟 所以该买点出现 你才能碰 没有买点之前 你不能乱买 那如果你都把它看得很清楚 那股市人生是 非常非常精彩的 好不好 来 万海 前三季赚了28.34元 航运股里面 它算是赚最多的股票之一 但是股价 对不起 跌了52% 所以如果看到 基本面去买的 大概是垂心肝 比如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这么好的基本面 股价跌五成 对啊 就这样 这是股市 股市就是这样来展现的 好 森达科 11月赚0.34 前11个月赚 这边有写3.43元 来 森达科 前11个月赚3.43 万海 前三季赚了28.34 天哪 28跟3块钱怎么比啊 赚最多钱的28块的 结果股价跌五成 这个赚3块钱的 就股价涨了2.2倍 看到了吗 所以这就是股市啊 懂意思吗 所以结论 每天在看EPS 每天本一比 每天基本面的人 股市学会是搅不完了 你看万海跟盛达科就知道 这么好的获利 股价跌五成 28块股价跌五成 3块钱的股价涨2倍 最好拿28块的 EPS前三季28跌五成 前11个月赚 这个3块4的股价涨2.2倍 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每天在基本面 EPS百利比以后 你会输到脱裤子 你股市学会搅不完 当然听不听随便你 我已经台北上讲20几年 很多人都不相信都不听 那很简单 钱是你的 你就去搅 是你搅学会 又不是我搅学会 要不要听 那是你的事 我也不需要去说服每一个人 爱听就听 不听就拉倒 钱是你的 你爱怎么玩都可以 我没有意见 万海 为什么他会这样跌 空头格局 有什么好讲 就这样 EPS再好也没有用 森达科为什么会这样长 三线翻多 我的解释最简单的 懂意思吗 他会长2.2倍 当然你可以说 他是帝国卫星概念股 我的解释是三线翻多 所以他涨了2.2倍 万海不会涨 空头格局 所以他跌五成 28.34有什么用 你那三块钱就涨得比你厉害了 不是吗 所以你每天才会EPS本利 那是没有用的 懂意思吗 那是满清末廉的东西 满清末廉 还洋枪大炮 还义和团队 他去打外国人 这个刀枪不入 现在不是流行这个 搞飞蛋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观念你要有 股市里面就是洗心练就 喜欢新的东西 旧的东西提不起 这个投资人的兴趣 这就是股市的现象 这就是股市的现况 这就是股市的特色 洗心厌旧 懂意思吗 所以你挑万海没有用 获利很高 不会涨 还跌五成 新的在哪里 主流 帝国卫星 你看你这车涨了几倍 涨到2.2倍 三块钱就好了 EPS三块钱 不用28 你可以涨2.2倍 所以我是想说 我每一次其实我讲都苦口婆心 我希望很多投资人 能够听进去 但是也很多人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之后 你就是要准备 缴学会给我们的人 我也不能 不能说他们什么 我很钱他的 他怎么花 怎么玩 丢地上 那我们也管不了 他希望怎么玩就可以 随便他 好不好 用对的方法 加对的工具 去找回你的尊严跟财富 如果你没有对的方法 没有正确的工具 投资朋友 甚至你的观念是错的 你的尊严跟财富是找不回来的 输掉就是永远输掉 你再也赚不回来 你还拿那些老东西 在做股票 那不行的 这样懂意思吗 那记得用对的方法 用对的观念 用好的工具 去把你的尊严跟财富找回来 那我们说股市的喜悦 来自己怎么样 做对股票 为什么嘴角会带喜悦 带笑脸 股票做对赢钱就带笑脸 不然要哭 说很简单 做对股票怎么样 是因为你跟对人了 你要自己学方法没那么快 你跟对人比较快 一边学一边做一边赚 这是人生最开心的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小朋友很庆幸 像我们以前很穷 爸爸妈妈就农夫 种田 那有什么钱 高中下课 每天冲补习班 那是有钱人的小孩 那每天下课去书店打工 去明山书局 中山路 嘉义中山路最大那间书局 嘉义高中 一下课赶快赶去书局打工 做到晚上十点都回来 累得半死 人家在补习 功课都超强的 为什么 有钱有闲 可以去补习 爸爸妈妈有钱 我们连生活费都要自己赚 所以我们有时候羡慕 我们现在的小孩 我都跟小孩讲 你真的很幸福 你看你有几个房子的 你有几个房间的 有一次我女 问我女儿说 你有几个房间的 爸爸很多 我要算一下 戏子有一间 脆心梅肉 文心路靠近北平肉有一间 这个巴洛克有一间 湘宁皇区有一间 后来数了很多间 他说他最少这辈子 有五个房间了 属于他自己的房间 我们以前连一个房间都没有 那个枕头是 跟弟弟抢来抢去的 棉被有时候也是一样 内裤也是一样 跟弟弟分享的 那有时候 我妈妈买两件内裤 那我弟弟把我的内裤 他就比较 弟弟比较迷糊 他把我的内裤穿了 我都很生气 那妈妈就骂我 你哥哥做没用的 你这没有度量 你怎么要介意 那这样穿一下 我说妈妈 内裤他穿了就变他的 我怎么可以给他穿呢 妈妈说为什么穿了就变他的 他很胖啊 松颈袋一穿了以后就松了 我就不能穿 穿老口了 所以我跟弟弟讲 你不可以穿我的内裤 但他说很迷糊 随便穿一穿完完蛋了 凉起了 冷起了 冷起了就变你了 我都没有内裤穿了 所以我很生气 妈妈说你哥哥要有力 你怎么跟弟弟计较 我不跟他计较 我就关屁股 他不计较 好不好 所以我们都羡慕小孩 又有这么多房子 爸妈又给你这么好的待遇 你想补习就补习 要补钢琴就补钢琴 对不对 给你最好的房间 最好的书桌 最好的台灯 最好的环境 你看现在小孩很幸福 好 做股票喜悦怎么样 来至于你跟对人 因为你跟对人了 你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赚 人生就变得非常的开心 好不好 来 你的行为 跟证一下 你行的时候 什么都行 那你不行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行 这人生是很现实的 很残酷的 不行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行 不行就赔钱嘛 输钱嘛 那什么都没办法做 没办法做你就没有面子 有时候没有人格 为什么 举个例子 人家订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包一万给你 现在换别人结婚 你又不要包一万回去 搞不好你还加两千 包一万二 那可是你口袋没钱 那怎么办 把这个红包 把这喜铁当做没看到吗 那人家订婚的时候 有来 还包一万块给你 那你毁都不毁 躲起来 你这个没有人格的人 看不起你 没有朋友 所以人生是有时候是这样 你醒的时候 什么都行 那如果你不行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行 不行也得行 有没有道理 人生是这样的 所以在股市 你是不能做书的 做书你为什么都不行 高手 为什么成为高手 因为他做主流 那主流到底在哪里 有啊 我跟你讲 低贵卫星 高速传输 电动车原引操 这就是2022年的主流 现在盘面就是涨这些股票 你要用这些股票来布局 真的吗 来 电动车 谁要做电动车 冰式 PM道理 奥迪 每一家都要做电动车 保时捷 每一家传统车厂 都要做电动车 丰田 全世界第二刹市值的公司 砸700亿美元 做什么 电动车 未来到2030年 他要推30款的电动车 每年要销 350万台 他讲了 丰田讲了 你看多大的野心 砸700亿美元 去搞电动车 好 华为要做电动车了 天哪 苹果也要做电动车 大家都知道 小米 这不是做手机的吗 他也要做电动车的 OPPO 不是做手机的吗 他也要做电动车 所有的手机厂 都来做电动车 原来的传统的车厂 也要来做电动车 请问什么意思 电动车时代来了 都有什么好讲的 这很简单 电动车成败关键 电池 技术 专利 原料 对不对 软体 还有您抢的市场上 电动车里面最重要 尤其电池 好不好 电池 在抢什么 电动车需求 这个爆棚 怎么样 福特 电池 更胜于晶片 他怕的是电池 没有不是晶片 为什么他不怕晶片 现在不是晶片慌吗 他不怕晶片 他怕电池 为什么 这边有些 明年全球 要盖32座的晶圆厂 你还怕没有晶片 到时候跟疫苗一样 前天经过台北车站 都在那边打疫苗 你只要拿健保卡 就可以了 要哪一种 随便你挑 你要BNT 你要什么 随便你挑 之前大家在 没有疫苗 想要到 纠团到 关岛 旅游兼打疫苗 现在不用 现在不用出国 前天到台北市站 随便你挑 你要挑哪一款都有 疫苗太多了 对不对 未来很简单 要盖32座晶圆厂 所以你要怕晶片不够 不用了 胡思杂9400亿 做什么 去做电池的预算 砸进去跟车厂签 他怕没有电池 电动车如果没有电池 还叫电动车吗 车子都没有了 没有心脏了 所以胡思杂9400亿 去搞电池 你看 那我们电池里面 有分两种 一个叫三元电池 一个叫磷酸铁离电池 这两个 目前是磷酸铁离电池 的居上风 懂意思吗 磷酸铁离电池 已经超过三元电池 的四占率了 特斯大也开始改用 磷酸铁离电池 所以你现在注意 是磷酸铁离电池 相关的厂 相关的材料 相关的公司 就是你眼睛要盯着的 问题是这么多 天哪这么多 你怎么看 你一定看不完 你也不晓得买哪一个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磷酸铁离电池 将成为电动车的主流 我已经讲过了 这边跟你提醒过了 原因在这里 你把它拍照拍起来 你自己慢慢看 我们说三元电池 把刚刚这张图 简化一下 来 简化完就是很简单 它包含正极 正极 对不对 负极 正极三元电池用 磷酸铁 磷酸铮 这是矿产 很稀有 尤其菇很稀有 你要去钢国开 钢国要叫小朋友去开采 有毒 牵扯到人道问题 所以这个受很多的正义 所以慢慢的怎么样 这个不好搞 因为矿产有限 不好搞 所以慢慢的进化到 这个叫 磷酸铁离电池 磷酸就是化学材料 那剩下的就是锂而已 对不对 好 这是正极材料 负极全部只有一种 叫做石墨 电动车的负极 只有一款 叫石墨 懂吗 正极还有很多款 对不对 负极只有一款 石墨 对不对 所以石墨就变得很重要了 懂意思吗 电动车将来抢什么 抢离 刚讲了磷酸铁离电池 对不对 将来再抢离 对不对 还抢什么 抢石墨 那石墨的运用 主要在电动车 还有什么 这个裤子 听说一个月卖1.3亿 可以束裤子 这个含有石墨烯的 这个被子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男性的内裤 听说会增加这个活性 所以卖了很贵 一条好几千块 所以石墨运用非常的广泛 就这个范围 很多 包括面膜 衣服一大堆 一个硬动药品都可以 那我们说石墨烯在经上 应用也很多 详细内容你慢慢看 这我讲时间不够 就没办法细细讲 你可以用手机把它拍照起来 好 石墨烯做的防弹力 比刚才强300倍 可以秒杀一切 最先进的防弹力 石墨烯这么厉害 你们看看 石墨烯是全世界 最薄 最坚硬的物质 的奈米物质 石墨烯是不得了 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说石墨烯可以 应用在什么 很多 比如说发电机 它如果做发电机 可以增加发电机的寿命 做一些润滑油 把它倒在发电机里面 可以增加它的寿命 懂意思吗 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个东西 好 那如果将来怎么样 锂电池 我们现在锂电池需求很强 有一天会比 被这个东西淘汰掉 叫石墨烯电池 当有一天石墨烯电池出来的时候 所有锂电池都倒地 秒杀所有的锂电池 为什么 石墨烯充电快 又薄又轻 这个充电都快 那谁还用锂电池 所以将来有一天 如果石墨烯电池出来 不得了 有个革命 锂程可以搞不好 现在可以 一千了不起 现在可能到两千三千 这非常厉害 台湾到好几圈 电动车都还有电 好 石墨烯的运用 将来会造成什么 锂时代来临 这个结束了 这个锂的时代就结束了 新的时代 这石墨烯时代就来临了 取代半导体这个材料就锂 当然你会说张云烯在鬼扯 这谁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谁讲的 有个人叫张忠谋 你有听过吗 台积电的董事长 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内容在这里 你自己把它拿回去看一看 拍照起来去看 这不是张云烯讲的 非常看到石墨烯未来运用 这个人叫张忠谋 这不是我讲的 好不好 这内容在这里 他讲了什么 这边都有 好 所以有一家公司怎么样 它是台湾唯一 石墨烯的生产厂商 越产量10吨 或工业院的A计划的补助 这个石墨烯是最先进 最坚固 最保的奈米材 我刚才讲过 台湾这一家产量最大的 10吨也是唯一厂商 叫什么 当然还有一家叫安顾强 安顾强没有挂牌 叫三晃 这好像不是今天讲过 这之前是讲过 对啊 我之前是讲过了 不是吗 那为什么今天还在讲 董事宁 张云烯之前讲过 而且已经获利出场了 不多了 61% 抗讯都在这里 投资朋友 没有抗讯的 获利都是假抗讯 那都骗人了 有啊 抗讯都在这里 什么等级 什么时间发都在这里 这一段股票之前 61%已经把它放到口袋了 来 在这里 普通会员座 61%把它放到口袋了 来今天 又供上了涨停板 锁了多少张 6万6千张 明天你可能买不到 尤其我今天在讲 你觉得明天应该是买不到了 不要说我没讲 我有讲 公额的抗讯在这里 张老师你不是卖掉了吗 好的股票我可以再买回来 谁规定不能买回来的 有啊 我赚60几%之后 我又买回来了 又涨停板了 好不好 来 今天涨停板了 我印的时间不多 9.15分 只有三档涨停板 三框 没错 漂亮的股票 今天排行榜 成交值排行榜第二页 他不是没有量的股票 他是量很大的股票 到了尾盘 锁住了6万6千张 所以我说我跟你讲 你做参考 你买不到 所以你看就好了 赵文明已经把这些钱都放口袋了 上个月 11月71.6 13趟 很幸运 每一笔都赢 这个月 错一笔 一笔平手 赚钱目前72.8 这两个月 从11到今天 12月 目前是赚144 144把它放到口袋里面 一次如果死张 就是144万 大概这么厚 口袋放不下 保证放不下 胸都挤不进去了 144万把它放口袋 你看多开心 非常幸福 认了一天 认了一笔 基稍造假 全额退回 所以不会拿起来的 圣诞节就这个礼拜 可以带家人去 买个礼物 买双新鞋 带他们吃个晚餐 听说这次圣诞节 很多餐厅都加价一千块 很凶很贵 没关系 144万够话 拿一万块 跟全家人一起吃个晚餐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幸福 好不好 成为赢家 最有限的方法 找到对的人 好不好 小老鼠A 2500 6999 这是我的ID 加入之后 记得留下电话 我会尽速回答你 把声音交给停车 好 那么更多操车见光 后来继续再请赵明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东森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边留下来 张艺敏会尽速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艺敏会尽速回答你 欢迎回到 上个礼拜最强一档股票 叫做Oh My God 为什么 因为七天六个涨停板 这太强了 七天看到六根涨停板 当然这礼拜开始分盘交易 昨天涨今天就跌 涨不上去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买点在哪里 当然在这里 这之前这个没有买点 是这个买点 12月9号 对不对 那如果你掌握这个买点 后面六个停板 有没有 这个买点 没错吧 1 2 3 4 太强了 5 6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掌握第一个买点 多漂亮 就这一天 9号 如果你看得懂买进去 很漂亮 后面有六根停板可以赚 抗讯在这里 有抗讯才是真的 你看到 股票画一个涨停板 那个就骗人了 那就是没有买 所以画一个涨停板 又没有抗讯 那当然是鬼扯的 所以这种鬼扯 你看YouTube都关闭留言 不敢开 会骂死 来 涨停板 有 确实有 没有错 好 就这个点 12月9号 就这个点 看懂吗 抗讯在这里 普通会的抗讯 看得懂买进去 后面六根停板 漂亮 有没有 这个题材到底什么 很多人搞不清楚 就是母一子贵 到现在很多人搞不清楚 他贵什么 他的儿子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儿子是谁 历界科技 Oh my God的儿子 就是历界科技 那是准备要上柜的 持有多少张 很多人也讲不清楚 答案在这里 12800张 现在股价大概1200 所以换算起来 49亿左右 Oh my God 股本三例 所以换算起来 大概160几块的EPS 难怪这么强 对啊 你知道可是来不及 对不对 已经分盘交易了 好 这样你怎么操作 我上次操作赚40% 这是这个6月18到7月17号 大概半个月 做了40% 这一次操作 赚了34% 特别会员操作算30% 总共加起来 大概74% 这特别会员的部分 普通会员赚22% 把它放到口袋了 抠讯都在这里 有抠讯才是真的 没有抠讯 没有贴都是假的 赵亿名抠讯在这里 所以绝对不会造假 好不好 漂亮 还天 这是今天涨停版的国票 我们之前操作已经赚 这特别会员操作 赚20几%了 把它放口袋了 最近又进场操作了 这是特别会员操作 这个是普通会员操作的 有 涨停版 漂亮 特别会员也有买 非常的漂亮 上次操作赚61% 今天又攻涨停版 今天散乱还有66000张 你看你怎么买 你买不到了 非常漂亮 11月71.6 12月72.8 两个月加起来144 认了一天 认了一笔 即效造假 全额退位 所以我绝对不会拿假计效 上电视 144万如果给你 放在口袋里面 口袋放不下 我就很古 放不下 放在胸前你放不下 你可以开心过一个好年 我想非常感谢客户 对我的肯定跟支持 好 带家人去过个圣诞节 快乐圣诞节 去买一些衣服 去吃个晚餐 非常开心 成为人家 最希望放在就找到对的人 小鼠A25006999 这是我的LINE的ID 加入之后 发下讯息 发个讯息 留下电话 张一鸣会尽速回答你 把时间交给停转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之各表加减券 我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东森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 加入我们的LIN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张一鸣会尽速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NE是免费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一鸣会尽速回答你